行車記錄器錄下一輛黑色小客車 經過路口時要左轉 一面撞擊對向高速急駛過來的 直行機車 騎士遭撞擊後 先是撞上轎車的擋風玻璃 接著在空中翻滾一圈 重摔落地 安全帽也被撞飛 現場棄機車零件四散分飛 轎車的保險桿掉落 遭撞的機車則在地面翻轉 後方騎士緊急剎車 才沒有追撞上去 肇事現場轎車與機車車頭嚴重回損 汽車擋風玻璃碎成蜘蛛網撞 機車車頭全毀完全看不出原貌 可以想像當下撞擊力道多猛烈 車禍發生在13號上午 基隆南榮路移出巷口 開車的57歲五姓駕駛 從路口要左轉進入南榮公墓 沒有里讓執行車釀貨 騎士爐內出血送醫觀察中 在桃園同樣也發生 為里讓執行車的擦撞意外 一輛連結車行進路口要右轉 車頭撞上後方執行的機車 騎士被撞摔落三米深的水溝 造成手部骨折與多處擦措傷 開車千萬要注意路況 由駕駛行駛在國道二號上 前方突然背來一堆鐵條 駕駛嚇壞立馬擊殺 還好沒有發生追撞意外 仔細一看鐵條疑似是沒固定好 竟然硬生生從前方 藍色小貨車滑落 驚魂衛浮的駕駛停在路中央 好幾秒才會過神 切換車道繼續行駛 記者朱定榮 劉志展 李宗澤 基隆桃園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 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 中市的日子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鐵鐺 交流到出口發生追撞車禍 後方塞車車鎮長達1.7公里 轎車車尾明顯凹陷 63歲王姓女駕駛 被連結車追撞 趴在地上沒有呼吸心跳 她的丈夫哀痛欲絕 一度貪軟跪在妻子身邊 她一路跟到醫院 但不幸的是 女駕駛傷勢嚴重 急救無效 她是說她沒有注意到的 然後等到她回過程來注意的時候 就直接撞上去了 警方調查 原來銀色轎車拋錨故障 車上一家三口 將車子綻放在交流道 出口茶化線上 兩夫妻下車查看 沒想到意外發生 造勢駕駛被帶回作筆錄 疑似慌聲追撞前方車輛 而她是景山交通公司的員工 這間公司2018年也曾釀成 國道三死意外 當時的駕駛疲勞上路12小時 追撞金車撞死兩名警察及 被攔查的大貨車司機 也曾發生衝撞山壁的驚悚畫面 這次又是金山貨運撞死人 造勢駕駛下午出現在殯儀館 低頭不允 警方說車輛故障 得將車子停靠路間 並擺放警告標示 連結車衝撞釀貨為注意車況 涉及過失致死 而女駕駛鬆衣不治 丈夫及女兒親眼目睹追撞現場 更讓人揪心不捨 解中部綜合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女騎士假日起車 在兩個小孩到高雄 起經出遊 返家途中經過風車公園 突然緊急剎車 原來她被風箏線纏住眼睛 路上怎麼會有一坨糾結的風箏線 趕緊把車停到路邊 豪險速度不快 差點就摔車 女騎士返家後 越想越氣上網PO文 說真的要很小心 隨時怎麼死都不知道 玩風箏要有功德心啊 小小疏忽可能會要人命 今天設想如果今天這條線 它是在我小孩的臉上 然後我怎麼可能會 即時發現馬上金色 豪險沒有纏到小孩 否則後果嚴重 底下網友也留言 風箏線纏住眼睛 感覺像柯南的某一集 有致命危機 差點眼睛都沒了 真的很沒素質 警方獲報後 立刻把風箏線移除 女子報案地點的路數上 找到兩卷風箏線 立即移除 兩大卷風箏線 纏在電燈和樹枝上 數量還不少 民眾放假到風車公園 放風箏 卻亂丟風箏線 如果纏住脖子 用力一割 可就事情大條啊 借王毅王書宏高雄報導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弄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大街道兩名男子當街起口角 黑衣男子竟然還手拿遮疊刀 恐嚇白衣男子 原本雙方已經結束爭執 沒想到白衣男一句話 又激怒黑衣男 黑衣男上車前發現有人在拍 立刻表罵 直擊的民眾嚇壞 立刻報警 把影片拿給警察看 原來持遮疊刀的男子 開車在路口右轉迟疑了一下 招後方白衣男子按名喇叭 以氣之下 大道黨掉頭追上去 當街亮刀 攔車嗆瞎 男子持刀恐嚇飆罵 警方吊躍監視器後 三小時內 傳喚當事人道案說明 懸案一恐嚇及公共危險罪 寒送花蓮地檢署偵辦 開車要控管好情緒 否則陸怒症發作 當街隨意亮刀 會被移送法辦 記者劉濟嬌 李總哲花蓮採訪報導